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天下父母心 我自己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我知道其实现在多元入选的方案非常的多 尤其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国中毕业 似乎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分界 你要走直接升学或者是说有更多专业技术的一个培养的发展 我今天特别请到我们清华高中的校长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知道在清华有两个非常非常厉害 就是说在特色招生的科系 请校长来分享 是我想现在对许多的家长来讲 升学的一个选择真的压力很大 但是我想其实有时候家长可以放宽心 因为其实现在整个的升学管道非常的畅通 不管你选高中或是高职 那其实到最后都还是可以整合起来 所以其实家长倒不用那么大的担心 但是我倒给我们的一些国中的孩子学员一些建议 就是你要开始去试探你自己兴趣喜好是什么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很重要 如果说你自己都不清楚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那说真的未来你会非常的迷茫 所以我们比较建议是 如果你喜欢实作的 那你可以透过国中都有职业试探 透过职业试探的课程去找出 你比较想要就读的科别 那你也可以从这个科别当中 慢慢的去发展你自己的专长 所以我们清华高中有两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科别 一个部分是我们在去年 就是我们114学年度 我们新办了一个国军专班 那我们专班里面有我们的汽车科 以及我们的资讯科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全国唯一的轨道车辆科 嗯好刚刚校长跟大家说非常厉害 两个秘密武器 大家在其实在我们图板上看到 第一个是国军专班 我觉得一般孩子会说家长听到国军专班 大家第一个会觉得说 哇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清华是一个既职教育的 是 如果我的孩子他是选这样子 进来在里面我们清华会给他什么样一个特色的教育 是我想其实在我们清华的国军专班 我们一开始办理的时候 我们抱的是一个思维 什么思维呢 因为去年我们都知道疫情越来越严重 是 那我们真的遇到我们的孩子跑来讲说 这个他们学费交不出来 我们就一直在思考 我们到底要给孩子一个什么样子的未来 说真的技职教育希望给的学生就是一个 我有技术性的一个技能 未来当我跨出学校走入社会之后 我可以把我的技人好好的去衔接 所以我们当时一直在思考 这对学生最有保障的工作 不外乎一般的工资 所以我们后来在思考的过程当中 我们觉得我们目前的国军整个的环境 各方面对于整体的训练都很不一样了 那我们在了解了之后 我们就决定我们来投入国军专班的一个方式 我们协助学生在三年的学习过程当中 除了学校的基本专业 而且我们还去跟部队的相关的技术去做对应 比如说我们的汽车科我们就去对应这个保修厂 他保修厂其实是部队的保修厂 我们跟这个保修厂对应之后呢 等于是学生毕了业之后 他愿意入伍服役 他一样可以再继续在相关的专业上面去不断的磨练 我们说训练了十年训练20年之后 当他未来真的踏出这个离开了部队 他也是具备一般的技能 而且现在国军我们其实说起来真的也是 这个面对许多的 比如说这个老年化的一个社会 高龄化的一个社会 我们发现退休金其实对孩子来讲 未来的青少年来讲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我们就是思考 假设我现在18岁入伍服役 38岁我满20年我可以退伍 我已经领到一分钟身份 可是我从38岁 我可以去衔接我的第二份工作 比如我刚刚讲的我们的汽车科 我在部队当中修车修了20年 我具备了汽车维护的相关专业 我甚至可以开汽车保修厂 对那这样子的话 对他整个的专业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们的资讯科也一样 我们资讯科的部分 我们是跟国军的资讯通讯大队合作 他其实在推动跟发展的就是我们一般的网路架设 一般的这个通讯设备相关的衔接 甚至是我们跟他们互动之后 他们说他们部队里面这些专业学完之后 出去到外面一般的监视设备各方面 他们都完全会架设 我刚才就很想问应该有那种秘密偷听监控 那孩子一定最喜欢 这个我想应该有机会蛮大 其实刚才校长来我们私下其实有在聊 我们刚才一直在讲这个国军专办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 现在孩子很多人他会不知道自己的方向 尤其是国中高中十几岁的孩子 所以像您刚才说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家长可能会在听 我怕家长会觉得说 我今天把孩子送来 他是不是这一辈子就要当军人 其实不是 刚才校长其实有跟大家说 三年实战的一个经验 让你学到一技之长之外 18岁你可以自己选择 是不是18岁之后衔接入伍 那入伍之后的单位 其实也跟本来在这个清华国军专办里面 其实所学的完全是可以运用 是可以衔接 对那你看如果20年后 刚才校长说选择退役 其实38岁还是人生的黄金年华 你的第二人生你可以创业 或者说其实到非常多民间的一个机构 其实都是还是有机会的 对而且对他们来讲 因为技术的传承 那我相信对他们未来 只要他真的愿意走这条路 对他绝对有很大的帮助 甚至他想要跨航到别的领域去 现在部队我们去了解 如果我说我18岁毕业 我在想说可能很多家长在想 他高职毕业 那去了部队到底能做什么 现在部队里面 他们直接如果学生愿意再升学 我们的国防部 每学期补助学生升学2万块 每学期 那等于是学生读书的一半的费用 政府都帮你出了 而且部队单位 现在是鼓励我们的学生去进修 他也希望未来的国军越来越精良 所以就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 来去鼓励士官兵 去得到很多的技术训练 包含到我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许多部队单位一直要求 这个他们里面的士官兵 要取得相关的证照 那这些证照取得 说真的如果你是在外界 你去受相关的职业训练 那花费不费 那我们在部队里面 他们透过这样的训练 一毛钱都不用脚 就是国家 对国家来培育 希望我们的这个整体的 国军的战备越来越好 也希望我们的士官兵的 技术能力越来越好 所以他就是不断的推动这件事 了解 好这个是跟大家来 分享的国军专班 我记得另外一个秘密的武器 是我们的轨道车辆科 这边好像听说学校有一台火车 还有车厢是吗 可以先我给大家看一下 是 这是真的一个火车 是 我们的火车到目前为止 还是可以持续的来发动 而且我们的学生 自己都会来做发动的动作了 是 所以他这个也是 在我们清华这边也是有做到 就是说技术产学合作 这样子的课 是 我们的轨道车辆科 我们目前是跟台铁台铁局 还有我们桃园的桃园大众捷运公司 来做合作 那我们的学生呢 暑假的时候他可以选择 我是要去台铁来实习 还是要去大众捷运来实习 那说真的 我们轨道科有许多是真的就是火车迷 轨道迷 哇他们真的是来自四面八方 我们最远的学生从屏东南投 都有 花莲到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有 所以这对我们来讲 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科别 是 而且真的 刚才看到活脱脱 真的就是火车车厢 直接会在我们校园里面做呈现 是 而且我们车厢里面呢 我们把它布置成一个多媒体的视听教室 所以等于是学生就可以在车厢里面来上课 那我们也邀请了这个 呃我们台铁局的好许多具备非常专专长的老师 到我们学校来去进行课程 嗯 好那所以学生常常就是这个会把老师一直追问到这个 我那天听说老师连下课的时间啊 他都觉得啊我想去上个厕所 可是学生就很热情在他旁边一直问 害他觉得这个压力很大 没有那表示清华这边设计的课程 其实是孩子喜欢的 他有兴趣是对权力的投入 真的因为许多的轨道迷或是说对于铁道维修 或是相关产业有兴趣的孩子到我们学校来 我相信他们真的都收获满满 嗯 原因是因为其实现阶段台铁 他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产学合作 让学生真的去学习到相关的一个技能 我之前跟我们这个呃 因为我们清华高中离富岗机场不远 我之前在跟富岗机场互动的时候呢 他们传递给我一个讯息 他说啊其实富岗机场有很多 因为佐吉特考考上之后 其实就是在做机物火车维修的 他说许多的这个维修人员考上了之后呢 假设我们预估了 录取十位 他说大概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剩不到五位 他说我就问他说 这个佐吉也不容易考到 为什么考到了之后他会离开呢 他说因为有许多的人 他很会考试 他考试能力很好 他考上了之后 他突然觉得 这个好像工作不轻松 这个有时候还要轮班 还要这个出勤等等之类 他觉得压力很大 所以他又去转换另外一份工作 那对我们学校学生来讲 我们是实作型的孩子 所以他们就非常喜爱跟乐爱 这样子一个工作 甚至是我们去实习的过程当中 他们很辛苦 有时候看他们两只手啊 这个全部都是油屋 但是他觉得没关系 我做得很开心 对因为我觉得做自己有兴趣 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事 他才可以长久 是所以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对真的如主持人所说 因为我一开始我也在提 我说我们的国中生 要开始去尝试试探 找出自己的兴趣喜好 如果你真的能够找到你的喜好 当你去学他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就是满腔热血 我就是觉得我学得很开心 是的 是 好 如果对今天的访谈主题 或者是我们清华的招生资讯 有兴趣想要多了解 现在马上就可以来拨打我们中广的科副专线 02-2500-5566 02-2500-5566 我们再次的感谢现场的特别来宾 是我们的桃园市清华高中的校长 吕本源 吕校长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爱吃 爱买 爱玩 爱美 请期待下一次 iLive新鲜货